如果你觉得生活很无聊,不如看一看孙丽老师的微博,一定能让你感受到生活的乐趣。 10月11日,孙丽老师的小故事依旧行走在网络上。 这一次孙丽透露了自己拍戏时一个细节,当时拍的是一个压力发泄管的剧情。 导演看了看孙丽,以为孙丽是和外表一样柔弱的女性,所以在孙丽提醒说自己力气很大会把机器砸烂的时候,导演只觉得孙丽在夸当,直说不可能。 结果后面孙丽试了一下,玻璃碎了,然后导演就在那默默地换了一块又一块玻璃。 孙丽骄傲地说,有一次,我扔过去的瓶子是把玻璃砸穿了一个洞头过去的,瓶子还没碎,这是什么隔山打牛的高超手法。 这瓶子未免太牢固了,感觉孙丽以后可以去代言瓶子类产品了。 看到孙丽的描述,网友们赞叹道,不愧是早年爱打网球的。 还有人写小作文似的说,有些人表面淑女且弱不禁风,实际上她可以踹掉剧组的门, 把群眼甩出去三米,男演员担心被她踹进湖里,一个让男演员心碎,倒剧组流泪的女人。 如果是以前不了解孙丽的时候,我只会觉得这是粉丝在吹牛。 现在看了孙丽自爆的花絮后,我觉得孙丽有着超乎我想象的大力。 如果以后韩剧《大力女子》都奉顺在国内翻拍,请一定让孙丽当女主好吗? 此前孙丽在采访中很真挚地表示, 你知道我把她甩出去大概三米远,突然拉我的壮汉变成了六个,我是女孩子。 显然孙丽对于自己在拍戏时候爆发的大力气也感到惊叹, 没想到自己身为一个女孩子,居然要六个壮汉才能稳住。 还有人想起了她在花开里面踹掉的剧组的门, 为此有网友不免开始同情起了男演员罗进来,和孙丽拍戏一定很好体力吧? 看到上述评论,真是笑喷了。 由此可见,在娘娘家里面,邓超是真的没地位。 首先孙丽自己当红,热度不减,身为演员一点都不比邓超差。 近年更是出了不少的经典作品,一支走在演员一线道路上。 其次在力气上,孙丽既有着画画、写字以及做工艺品的巧劲, 也有着可扛起邓超的猛力。 为此孙丽的生活,可谓是相当精彩,不愧是出演过甄嬛的女人。 太霸气了,可谓是现实中的环环本环。